作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當你懂得了 體諒 你的生活再也不會有嘲嘲 明白了 這道理 你心情將會更開朗 人人為我 十八歲的時候 就在獨房做工作 一場酒駕車禍 他昏迷了二十多天 兩腿四處憤碎性骨折 腦部重創 雖然師兄撿回一條命 卻失去味覺 嗅覺 記憶也出現片段的空白 第四十歲正值壯年的時候 生命來了個急轉彎 他要如何在這條崎嶇的人生路上 重新站起來 我們現在就趕緊來看 林聰會師兄會告訴我 我當作我開這麼久了 說 我當作我開這麼久了 我當作我開這麼久了 嘿 我當作我切得完 好 師兄你覺得最酸的是什麼 那最辣的呢 那你聽說你以前是中部賽 我以前是中部賽 失去味覺跟嗅覺多久了 兩三年了 兩年多 我 Resident 002 我之前找到重新人 你敢於是中部賽 想不想吃 你是不是 要不要吃 你憑真的 那一年 你都想吃 我拿禁錄 那一年 我 因為我還沒發生車禍之前 我是做廚房的 我以前是在炒菜 但是發生車禍之後 我記憶就上屍掉了 也忘記怎麼炒 什麼東西炒什麼都忘記了 我就是一些記憶 會有的有 有的就不知道了 就忘記了 包括在哪裡出車禍 在哪裡上班 我也忘記了 聽說還21天都沒有警醒 我大哥跟我小妹要送我去安養院 結果後來不曉得為什麼 還會就是又醒來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別人說什麼東西很臭 我去聞 聞不到味道 這是十隻東西 結果我一直聞 他們都說好臭 我說奇怪 沒有咧 我才知道我的味覺壞掉了 我才知道 我才去看醫生 那總統的醫生說 這個沒有藥可以吃 奇蹟喔 除非是奇蹟出現 才有辦法嚎 媽媽 你那邊不要吃 不要吃 我先給你吃 不好 妳是不要吃 好好的 沒有 要我吃嗎 好的 沒有 等一下也發生 我一瓶一瓶一瓶 要一瓶一瓶 哦 說這些人這麼好的人 好好的時候 年這個 三噸都會把我們倒置 我們吃的 我們正常吃的菜 跟他炒的方法不一樣 就要換他 他的手錄菜 兄弟姐妹 都焦燉 手錄菜都給他吃 我這點的方法 我九八八十一口 怎麼那麼多 什麼時候 你之前空Q三三那一口 我用那一口 幾口幾口 八十幾口 只這樣而已 對啦 不要換那麼多 做孩子的事是很乖 在那邊不知道怎麼翻譯 我不知道 比較不喜歡聽四大人嗎 對 那個頭部都不喜歡聽 我會幫他擋 對啦 人家在台北比較老人 我們帶這個房子好 你還不懂得不懂 他不懂得不懂 他不懂得去 我這樣有辦法 這個樓下 還可以帶他一個人 對嗎 你才知道他去台北 要做什麼 他在台北做火爐 要做什麼 那時候 都去洗澡 要做什麼 那時候我就知道 怎麼會流行 他會吃酒來冒到這種 有一天 我大大老生和大大老生 大大老老 我怕說,媽媽,我要跟妳說一件事 妳心情變得輕鬆 阿嬤的緊張 先跟她說,心臟不怕會暈去 比較緊張會暈去 她才這樣跟我說 說,差人發生潮很厲害 我說,我要下去,我要下去,我要下去看 看下去,我心臟不怕暈去 我怕說,妳不能靠,不能緊張 為了她把我放下 今天人家跟她說,她腳踏三層 她說,裡面有一頓 像根頭部那樣大路 說,時間說,好影響在那裡 我心臟說,心臟是心臟 這樣到出來,她心臟不怕 每一頓都不怕,都不知道 我們心臟這樣想 那你為什麼喜歡來環保站 我覺得來環保站很快樂阿 這一種是芹菜 這一種是芹菜 這裡都是,這個都是牛丁 現在這屁就算在那裡 這屁喔 我真的不知道咧 所以說,我跟兩位相約說 阿嬤,都沒有一頓是我的 結果那個龍串俗家說 我不可以認養一股 因為我的責任是在浇水 他們的,他們的護護魚 是我的責任 其實我們這邊的那個香蕉 本來吼,那兩顆已經死掉了 但是我就是每天教它 結果它現在活得好好的 我覺得,看到他們的護護我覺得很高興 嗯 對啊 阿嬤姐,早餐,現在沒用嗎 不會啊,大家可以做 大家可以做 對啊,大家可以做,我要吃的沒用 我很用啊 你很用 我幫我出錢 阿嬤姐姐又厲害 東西都做得很好 沒有,你穿 穿,我如果穿,我們自己吃一點而已 大家就是打電話到我,就找我小妹 剛好電話我接到 我才知道這裡有沒有環保站 我就是 那一天之後就是每天來這樣子 那有沒有加入做香機啊 有啊,事實上 我們郊西環保站落成 我也有去幫忙 但是我是不會啦 我就是幫忙到切啦 到切菜做什麼 到切菜,這樣我就 叫我煮 我 還不太會 中破菜 中破菜,但是 謝謝 要放多少 已經 都沒有那個 切菜 洗菜 這個我都會啊 我其實在 還是在認真學啦 就是 美國家人 接觸多幾次 我就知道 他們 什麼東西要煮什麼菜 我就知道了 他們的 他們的都可以擦了 如果有 我們問看看 就算是一塊一千 哦 就算鍋燒的就備用 你就是早上也可以來這邊 然後中午就開始備你的料 不要不要太晚 差不多不會到七點 我們做一個料 賣完了就不要賣了 這個叫做品質 嗯 鹹鹹什麼 弄一包一包 然後多少重量 多少鹽巴 多少什麼 對,最好都是用 趁筋、趁筋、趁筋 來... 趁筋、趁筋、趁克 對,這樣才會... 對,我的意思也是要自己用 要一包一包 這裡有夠大的料 對,一包一包的 好不好 好 我幫你配方給我給你 你自己去用 沒有啦 師兄就在那個 頭腸農場那邊站了那麼久 因為做12個小時 他腳又... 又不是很好 他會痛 那會痛的話 當然是... 想說做這個 時間比較長 一個短日 先讓他們有一點複裂 然後又有時間可以做環保 我們的結論本來是要做那個... 高麗菜包 不是 水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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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高麗菜浮動很大 那我們想一想說 韭菜盒的價錢比較穩定 也不會波動很大 一年四季都有 所以做那個 也許會比較好 其實我也有壓力在的 我也想說 要來應徵 每一個行業 我都想要去... 再去嘗試 打工或什麼都可以 人家說種什麼應得什麼果 我如果說不去喝酒造成車禍 我現在也不會這樣子 我現在就是要得到承受那個果 其實我現在的心態就是覺得說 人家如果要讓我們頭部吃 我就很感恩了 就是用這種心態 才去想 我不會去跟他們問說 你是貸多少 我不會 我不會 我父母不可以跟他們問 只要生這個女孩 看她說兩父母那樣沒用 她不想說 好啊 我在做手工 多少把自己搭檔 讓他們去打拔 讓他們去清潔 我也是這樣想 沒有她說 我現在拿著去炒 剛才我們兩父母 自己想到這裡就成功 一定跟女兒有關的離婚 不才會這樣 我只要把東西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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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檔 搭檔到一個面前都交代 你到當時才知道她離婚的事情嗎 就去面前就知道了 可以嗎 他都沒有跟妳說嗎 沒有 到現在都沒有跟妳說 沒有 到今天跟妳訪問 這天都沒有跟妳說 他也不跟我說她離婚 都別人跟我說 都別人跟我說 都別人跟她說 都別人跟她說 會不會覺得 譬如說爸爸因為車禍受傷之後 他的反應可能變得跟以前 比較不一樣 會嗎 嗯 也許吧 你自己也有這樣覺得 嗯 那你會跟爸爸講這個問題嗎 嗯 不會 嗯 他受傷之後 他腳有一陣子都 沒有辦法走路是不是 對啊 就會想說怎麼會變這樣 事實上喔 我們不關 我們家裡的吉北 我們家裡的佛祭 別人都一樣 都在煩惱我 其實我很不對 我怎麼就要讓 要讓人這樣煩惱 我那時候很自責 看到什麼事情都會很不順心啊 就覺得說心裡就會 有內心就會很煩這樣子 都會想說要去撞拼 這樣撞撞撞 想要煮什麼 想要煮什麼 可能是齁 是 台北農總的醫生 開給我的藥 吃下去 或是我進入到環保站 其實應該是去環保站 以後我就覺得好 好起來 你這樣做齁 腳得不痛 啊 因為我腳不方便 所以說 我要求自己站那麼久 啊 按那麼久 這樣似乎在做復健 那對那來說 反正 讓他腳有壓力 這樣越來越好啊 對啊 我就是這樣做 啊 現在這裡有辦法說 我把它放掉 啊 這樣也慢慢走 啊 你看我們這個佛殺 每天都很不簡單 你看 啊 其實我怎麼要向他們學 很少事情 我要向他們學 這樣做齁 我覺得 我感覺 過後人生過得 比較有 比較有紮實感 就是說 比較不會黑 每天就想說 要怎麼做 這樣 這項東西要怎麼 分類 這樣就讓我感覺好起來 就是覺得說 我們沒有路由的人 能夠過來這樣 讓我感覺都很 很踏實 這樣 這樣 換我感覺到 還要先可以 那邊就好 還要不要 然後我感覺到 那邊就好 很棒 耶 還要這樣 這裡有啦 這裡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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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看他們的用心在做 我就覺得很好吃 我是雖然說 吃不到味道 但是我感觸他們的用心 最近在煮菜我就覺得說一定很好吃 看就知道很好吃 有一次因為我把那個鹽巴換太多 我已經當那個鹽巴 結果他先吃了 他吃了很多 然後後來我再吃的時候我就說 阿輝 你怎麼都沒人湯底 你這個鹽放很多 鹽把它倒微熟 你都把它把它放下去 都把它吃下去 還有一次他煮那個什麼 金瓜還是什麼木瓜 煮甜的還是煮鹹的 我還不知道 我已經吃一碗了 我還不知道是鹹的 吃甜的我不知道 結果我才問他說 到底是煮甜的還是煮鹹的 我不知道 欸 先生來喔 一斤半給你擦 你怎麼現在用這個擦 你不是說這個不精準 什麼工具用什麼都不一樣而秤 兩斤半不是兩公斤半喔 兩斤半 兩斤半 換黑色了不要看黑色 我知道 兩斤半了咧 兩斤半了咧 好 兩斤半了齁 對 好 完成了咯 因為我們本身它 嚼嚼沒味 對 所以我們要帶一點鹹 一點甜 我們稍微鹹就好了 五公克 因為它沒辦法試 鹹度啦 甜度啦 然後辣度 所以我配好了就是這個 模式給它 以後就用這一台它自己去秤 照我的配方下去 直接秤 然後直接去攪拌 它就OK了 剛開始我會幫它試啊 跟它那個檢驗過了 OK了 我現在就是它的舌頭啊 呵呵呵 呵呵呵 要用身體的力量下去 輕輕 擦腳起來這樣 齁 才不會傷到腰 好 爺啊 那重新歸零齁 學的東西會比較多 我覺得我教它 搞不好它會發揚光大啊 對不對 我弄得比我更好啊 反正改天我換我請教它 你覺得它中頭的那個餅 搞不好還在對不對 對 所以我 我常常 我剛剛有教它一個方法 就是去刺激舌頭 每天早上 還沒有刷牙 就拿那個舌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湯匙去刮舌頭 以前我的 也是吃藥 吃到最後 這個東西都沒了 鹹鹹都不知道 那個藥吃太重了 所以是一個師姐跟我講 所以我就用每天這樣刮 刮到最後 欸 就感覺上那種東西 又跑出來了 啊你過來 這樣揉得整個再噴起來 哇 是不是感覺上不一樣了 嗯 這樣 慢慢煎 煎的方法就是這樣 好 慢慢煎 那問題你怎麼看說 它到底有燙嗎 不燙 它要煩定 你看那個火 這種火 這種火 這麼小 欸 所以它變成金黃色 完全變這種顏色的時候 兩面都金黃色的時候 就OK了 就OK了 對 其實它的反應 有比較慢 但是 跟他講了 有耐心等他 那還是可以理解 像我們一些 比較吃完的孩子 或是 比較特殊的孩子 都是需要有耐心去焦啊 一步一步慢慢焦啊 一步一步慢慢焦啊 感覺不到 那口感會感覺不到 那口感會感覺不到 感覺不到 感覺不到 最希望是 希望說 這個女婦如果會 回心回家 我多管你 要讓她整個家 我太想像這樣 我沒想過 讓她來帶別人 讓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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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要補免 我沒希望 做妝 不知道 也沒希望 反而她腳也不動 我是希望說 像這樣 可以收那3萬多 沒關係 這三個月 萬四五塊也沒關係 就賺錢來蓋起來就好了 希望這個母親如果有給他們整個家 我也覺得都沒關係 都很開心 母親簡單的願望 對聰慧師兄來過 卻是一個 不知道能不能達成的目標 以前吃婚 喝酒 每一天過著醉生夢死的日子 不顧媽媽的反對 一心想要跑去台北 到了中年一樣讓母親擔心 過去的一切對聰慧師兄來說 都參存是一場的奧望 但是現在聰慧師兄 就算腳不能站太久 腦筋變遲鈍 也失去了嗅覺和味覺 但是她把握每個工作機會 從頭學起 用心感受 為了不讓媽媽再為她流淚 師兄振作和積極地面對每一天 因為這是她能夠為母親做到的事 草根菩提很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 期待後一次 有更多溫暖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當中來分享 草根菩提我們下次見 我跟你們想要跟其他人在境下 和什麼事情 她說我剛才有個好處 她說我沒有辦法做什麼 沒關係妳又輪到櫃進去 開始說就對了 啊 我就跟妳說 妳如果心情賤賣的時候 就更大了 就像我那樣 妳們吃過 妳們吃過 我覺得很感恩耶 很感謝 哈哈哈哈 妳們要吃兩餐 妳們要吃兩餐 妳們這樣吃一餐